农历正月初时,春暮营乡里的年味还没淡去 年轻女孩小燕就急匆匆的跑到排出所报案 说她的父亲失踪了 四五天不见人,电话也打不通 小燕就感觉到父亲很可能出事了 小燕的父亲竟然整整四天不见踪迹 爸民进也觉得事态严重 于是决定马上立案侦查 据了解,失踪的阿峰是春暮营乡的村民 今年四十多岁,一直单身,无儿无女 报警的小燕则是他的远房亲戚 阿翠过继给他养老的女儿 虽说小燕是过继的,但阿峰对他却非常好 两个家庭也由于小燕的缘故更是亲上加亲 两位父亲更如同亲兄弟一般 据知情人讲 就在阿峰失踪的那天早上 也就是小燕的亲生父亲阿财把他约走了 说是一起上山砍柴 之后阿峰就没有回来 那么通过阿财,警方能否找到失踪的阿峰 这个阿财又是否与这起失踪案有关呢 好,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邦安民警第一时间找到小燕的亲生父亲阿财 毕竟他是最后见过阿峰的人 面对警方的询问 阿财讲述了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峰的整个经过 阿财说 冬天对于生活在山澳里的人家来说并不好过 需要囤积大量木柴 以备不时之需 有时还要冒着寒风上山砍树 而阿财之所以找阿峰帮忙 是因为阿峰有一把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油锯 这种油锯看起柴来非常便捷 还不费力 当天早上 他和阿峰两个人 一个背着油锯 一个拿着镰刀上了山 路上他们遇到了两个亲戚 彼此还打了招呼 之后双方分道扬镳 他和阿峰上了山 开始拔木 可是没有剧两下 阿峰的油锯就出了问题 当时阿峰给一个会修油锯的侄子打了电话 闻名情况后 他告诉阿财自己要下躺山去修工具 阿财认为阿峰的油锯肯定没修好 所以直接回了家 至于阿峰后来怎么就失踪了 他也不知道原因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许 阿财还带着警察上了山 找到了那棵 他和阿峰只锯了一半的树 那么阿财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吗 失踪的阿峰如今又在哪里 根据阿财提供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在阿峰失踪之前 与他有过接触的三名村民 调查结果基本印证了阿财的说法 那么阿峰到底去哪 还有谁会知道他的下午 很快 警方进入到阿峰所在的村子进行摸牌 得到的消息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村民们的口中 警方了解到 阿峰和阿财的妻子 早在二十年前 俩人就关系暧昧 在小样出生以前 两个人更是出双入对 公然住在了一起 按理说 作为男人 面对这种游辱家门的事 阿财应该或吵或闹或离婚来挽回面子 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阿财竟然选择了隐忍 拼之认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阿财 阿翠和阿峰 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阿财的弟弟一家最清楚 他们说 阿财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 因为家里太穷 所以他选择外出打工 而阿翠则和山里很多女人一样 做了留守妇女 独自撑起了整个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跟阿翠一起长大的阿峰 进入了他的生活 他因为有风采不在家的 他就来 干钱你的活 在钱你的 就是干 有时候为退职 又帮他和他风在家里干 因为阿财出去时间蛮长 时间一长 两个人就发生了 然而对于这段不道德的感情 阿峰却并不避讳 甚至时常得意地跟朋友说起 他和阿翠的事 他会认为是他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很快 在外打工的阿财 得知了妻子和阿峰的事 为了挽回妻子的心 他很快辞了工 回到家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老实男人选择了隐忍 没多久 小女儿出生了 阿峰和阿翠的联系 也逐渐少了起来 阿财以为妻子回心转意了 但没想到 就在女儿两岁的时候 妻子阿翠竟然带着女儿 不自而别 此后的七年时间里 阿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任何消息 阿财每天带着儿子徘徊在村口 希望妻子能突然出现 七年后 妻子阿翠带着女儿和阿峰 一起回来了 但回的却是阿峰的家 阿财很失落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找上门 希望妻子能回心转意 可是当他来到阿峰家门口时 却听到九岁的女儿叫阿峰爸爸 这一声稚嫩的呼唤 如同炸雷 把他劈得内心焦疼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随之而来的是妻子态度冷漠地告诉他 这次回来的目的 打击接踵而来 阿财难以承受 那天他哀求阿翠 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离婚 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谈判 阿翠同意不离婚 但要求阿财 把他们的小女儿过继给阿峰 这份就是当年阿峰和阿财签订的过继协议 里面有六条内容 第一 阿峰对小样有抚养的责任 第二 阿峰的财产 小样有继承权 第三 就是阿峰的族人们对小样有共同的教养责任 第四 小样对阿峰有赡养义务 第五 就是对于过继这件事情 双方的父母都不得听信任何谗言 以免对将来造成不良的后果 第六 就是小样要过户到阿峰的名下 2006年的9月1号 当时只有9岁的小样 在两位父亲 一位母亲 以及阿峰家族长辈的见证下 签字画押 完成了过继 从此 小样就成了阿峰的女儿 对于女儿过继给阿峰的事 阿财当时的态度很微妙 这个结果似乎验证了人们 关于小燕绅士的说法 而阿峰更是毫无掩饰地 将自己和小燕的关系 说得明明白白 自从过继了女儿小燕后 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尴尬了 据知情者说 阿随甚至是在自己家住几天 再去阿峰家住几天 一个女人 两个丈夫 两家人成了整个村子的笑谈 警方认为 从他们三人这段复杂的关系来看 阿峰的失踪很可能和阿财有关 毕竟他的动机很充分 但若真是如此 阿峰的人身安全很可能已经受到危害 为了尽快找到阿峰 避免恶性事件发生 法案民警再次找到阿财 而这次 他对于自己这段尴尬的婚姻 没有回避 他的心全部就在他那样 他就没有在我邻居 现在就在我邻居 他就走的一个表面工作 阿财说 自从知道妻子和阿峰的丑事后 他选择阴忍 他认为 承受的开始虽然是痛苦的 但只要这个家不散 他认了 也许慢慢的也就习以为常 没有感觉了 从他知道妻子和阿峰的事情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20年 按照阿财的说法 现在他的心里头 早就没有任何波澜 而对于阿峰突然失踪的问题 阿财却表示 一切与他无关 对于阿峰的失踪 阿财始终显得很不在意 他说十多年前 阿峰就曾带着自己的妻子阿翠 不辞而别过 这一次 也很可能是阿峰和妻子阿翠约好了 要一起出去 只不过阿峰先走一步 可妻子阿翠却认为 在阿峰失踪这件事情上 丈夫阿财是说了谎 只不过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猜测 通过三天来获得的线索 警方将嫌疑目标 锁定在了阿财身上 结果发现 阿财确实说了谎 因为阿峰失踪当天 他并没有去镇上 修他的邮据 调取监控录像 也没有发现 阿峰曾经离开过村 就在警方决定 对阿财实施下一步计划时 小样打来电话 说自己的父亲阿峰有消息 小燕在电话里说 阿财告诉他 父亲阿峰来电话了 说是在宜昌打工 不过小燕并不相亲 阿财的说法 因为父亲阿峰 对他一直疼爱有加 只要有消息 第一个联系的肯定是他 我说 他打过去 怎么会跟你说呢 那我打电话 我就这样想 不仅如此 阿财接到的那个电话 也不是父亲阿峰的手机号码 五 六 八 就阿财的那个电话 他会保有这个号码 但是月儿当时 因为月儿嘛 他就非常清楚 港安民警让阿财 按照阿峰打过来的号码 回拨过去 确认情况 但是阿财却说 号码找不到了 很快 警方调取了阿财的通话记录 拨通了那个 来自宜昌的电话号码 对方是阿财的堂弟 他说自己目前在宜昌打工 但他根本没见过阿峰 打电话 也只是想问阿财 去不去他那边打工 阿财在撒谎 警方意识到不对 立马赶回阿财家 然而此时 却已是人去楼空 第一时间是怀疑 这个人 你时不时 你做完信息抛载 你把那个阿峰 一定杀害的 但是我们要找到 直接证据 这么早 警方一边寻找 失踪的阿财 一边对他家进行搜查 寒冬腊月 出头的新鲜泥土 究竟意味着什么 邦安民警 有了不祥的预感 阿财家的周边都是山 警方随即对其周围 进行了地毯式搜寻 前一分的晚上 那个山里面下了特别大的雪 有的地方都可以 摸过脸膝盖 所以这就对我们那个 现场的那个搜查 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邦安民警们 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坳里 发现了几颗怪异的小树苗 就发现这个小树苗 这个树 有根 是不稳的 进入后 就会把这个小树苗提起来 因为几个树苗 比如说没有根 没有根 就是从满腰 沾断的 又插在里面 警察立即组织人 对这里进行挖掘 很快 挖出了一个 两米深的大坑 这时 一件红色的棉袄露了出来 跟着警方 一同进山的阿翠母女 见此 失声错哭 很快 法医出具了一份尸检报告 死者阿峰的致命伤 主要集中在头部和颈部 头部是2.5厘米 乘于5厘米的顿气声 而颈部则是横向的锐气声 在死者的尸体上 还提取到了一枚烟头 经检验 DNA信息与阿财完全相符 这充分证明 阿峰的死与阿财有关 甚至可以推测 阿财就是杀害阿峰的真凶 如今证据确凿 警方对阿财实施抓捕 很快通过车站录像 办案民警 抓获了正准备外逃的阿财 归案后 阿财并没有反抗 直接承认了自己 杀人埋尸的犯罪事实 而动机 就是妻子出轨 这个结果 实在是令人费解 妻子被判婚姻 是在20年前 可20年后 阿财才徒生杀念 漫漫岁月 阿财的这种极端转变 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那历史咱们参生的 想法就是说 想到居住那个 那个居住的 那个居住的 这个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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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居住的 这边没掉 这居住 根据阿财的交代 警方从他的家 以及附近 搜到了 作案用的镰刀 胶靴 还有那把邮鞠 一直以来 对于妻子阿翠和阿峰的私情 阿财一直选择隐忍 然而结果却是一次比一次 更严重的打击 不断地忍让 无底线的默许 阿财终于有了 忍不下去的这一天 阿财说 他的仇恨被彻底点燃 是因为两件事 一是夺女之痛 另外一件事 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阿翠并没有在家 而是去了阿峰家 他还听说 过了年 妻子就又准备 跟阿峰去外面了 从马月红 他都不在家里写的 三天两天 他又走着 最多这一文章 写了一件 他又恢复了 我越看 我心里一个人 最小 那就 眼泪就流出来 我就想着 没得一点 除了都得 你想你都忍了二十年了 为什么突然就是说 又采取这种 比较极端的方式呢 人在世上 任何人都在说 你没有用 你还有什么意见 那我 还活着 还有什么意见 而对于过节 给阿峰的女儿小燕 阿财虽然嘴上说 她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心里 其实也有过怀疑 为了解惑 警方对阿财和小燕 进行了亲子鉴定 结果出乎阿财的意料 想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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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就只有恨吧 你想喝了 有什么关系 如果她为我 想的话 她就不会 杀我爸爸 正月里的春木营 白雪矮矮 一幅锐雪 丰年的景致 村里 外出的男人 都守在家里 一片其乐融融 空气中 弥漫着热腾腾的 饺子香气 家家户户 团团圆圆 然而这一切的 温馨场面 都与阿财 再无关系 看本案 阿财 将阿峰杀死 阿财涉嫌是 故意杀人罪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故意杀人罪 应当考虑在 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死刑 这个刑其反围 的量刑 但是在量刑的时候 他这个杀人的 这个起因 是因为 被害人 阿峰 和阿财的 妻子 有过错 保持不正当的 关系 并且这种 不正当的 关系 是愈演愈烈 就是说 被害人 这种过错 法院 一定会考虑到 一定会对 阿财 从轻处罚 面对 妻子的背叛 阿财在 二十年当中 应该有 无数次的机会 无数次的办法 来摆脱 这种尴尬的 情况 可他却 偏偏选择了 最愚蠢 最极端 伤害最大的 解决办法 而他自己得到的 也将是 法律最严厉的审判 家庭的崩塌 以及亲生 女儿的怨恨 好 下一期 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我是王东辉 再见